本土疫情烧进指挥中心 包括社区防疫组长薛瑞源 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王毕胜 以及发言人庄仁祥 今天使用驾用的快筛试剂检验 结果统统呈现了阳性 目前三个人都是没有症状或是轻诊 在今天安排通讯诊查之后 会采取居家照护 就是庄父他早上有一些感冒的症状啊 所以就自己 因为他也算是部长先前有 有确诊之后的 这个广义的接触者 所以有自己做快筛 他确认是阳性 所以早上七点多就有先跟我们讲 那他后续会再安排视讯诊查 跟居家照护的一些事 所以这一个礼拜会由我来带理 庄父占任指挥中心的发言人 那就是感冒的症状啊 第一次他也是有一些轻微的症状啊 那所以自己也做了快筛 那也是阳性这样子 那除了那个我们的王毕正执行长跟庄父之外 我们的恢复部的薛瑞元次长 其实也是有疫情做一次快筛 那早上出来也是阳性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有三位长官都 因为快筛阳性后续需要做这个视讯诊查 来研判确诊跟居家照护 那外界关心说你们整个疫情指挥中心的整个指挥官 主要的干部都阳性确诊隔离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防疫指挥 目前是不会 因为就是说 在这个比如说公文的一些流程程合上面 事实上都还有这个副组长 比如说社区防疫组也有其他的副组长可以来代理 那发言人就由我来代理 那我们王毕正执行长的工作来讲 就是说也有这个衣服会的副执行长可以来代理 那另外在医疗应变组的部分 我们的时冲量组长 就是我们卫福部的时冲量次长 跟我我是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 我们都是快晒阴性 所以我们都工作都不受影响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担心 这个就是指挥体系里头的分工运作 这部分都会按照原来的一些规划 由职务代理人来负责 好 其实卫福部长陈始忠确诊前 就曾经跟指挥中心成员开会 当时距离陈始忠最近的 就包括今天快晒养性的王碧胜 社区防疫组长薛瑞源 以及发言人庄仁祥 目前了解薛瑞源组长是没有症状的 而王碧胜出现鼻塞以及喉咙痛 庄仁祥出现喉咙痒咳嗽发冷等症状 至于当天也在现场周志浩 以及罗易军则是快晒阴性 今天下午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正常举行